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首度由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四个北台城市攜手合作前往韩国进行观光宣导以Next Travel for City为行销主题用陶台新机打造北台的旅游品牌韩文谐音为神奇的地方成功吸引了上百位韩国组团社业者及媒体到场参与报道 这次由基隆市文化观光局江亭梅局长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王秋冬局长 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杨宗明局长及桃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周博英局长 率领四个城市近百位的观光旅游业者组成最强的行销团前进韩国 并透过旅游推介会及媒体见面会来宣传北台湾的观光行程 这次我们非常开心我们这次基贝贝桃是首次第一次破界破城市跨域的联合推动我们北台湾的旅游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一个推广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基隆 那这一次呢我们基隆呢在这次一个旅展在这个国际旅展上面呢 我们希望推出我们的伴手礼以及我们的一个旅游观光 那当然基隆还有一个最棒我们会跟别人不太一样就是 我们会开始推我们的无形文化资产全台湾列车第一名的中原季 希望透过中原季可以带领大家来到这边好吃好玩以及观赏我们的祭祀活动 我们基隆有全台湾独一无二的祭祀活动之外 我们还有最美的基隆雨还有我们的和平岛以及我们很多的伴手礼 那基隆的伴手礼最好吃的有我们的帝王叔还有我们的马告咖啡 还有我们的奇幼酒等等都希望今天所有的旅客来到基隆都可以带走一份礼物 也希望明年每一年大家都可以来基隆带走一份平安 推广活动充满浓浓的台湾味 希望透过一个综合的力量展现台湾迷人的文化观光特质 尤其基隆是北台最重要的国际港督 拥有丰富的海洋文化历史还有相当多元的美食文化 非常开心因为这一次很高兴可以代表基隆来到韩国告诉所有的韩国好朋友们 我们基隆是一个很棒的国际旅游海港城市 我们有海洋文化有400年的历史文化 还有我们有充沛的所有的我们的夜市以及我们的小吃 我们很希望透过这次的推广让大家看到基隆走入基隆感受基隆 我觉得这一次感觉是很特别的 我们可以突破跨界 然后可以让大家感受我们北台湾四个城市的一个力量 我们希望透过联合的力量能够让大家一系列从桃园到台北到新北到基隆 然后一起透过五天四夜也好四天三夜也好 可以慢慢感受我们这样台湾的一个温暖以及台湾的一个美丽城市 这次透过基北北桃综合的力量展现北台湾各具特色的观光亮点 也让韩国重新看见基隆的深厚海洋文化魅力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减碳爱地球 基北北桃推出我的减碳存折全民运动 四市首长同台举办交流论坛 也感谢企业界及社会团体们参与颁奖模范企业 我们在去年7月1号 基北北桃我们四市 一二零零都会通交通月票上路 到今天有非常具体的成果 我们发卡610万张 累计4.9亿人次 而且乘客市民的满意度都高达98% 而且我们有经过计算 我们运据转换也提升到了7.33% 所以在基北北桃四线市这个部分 我们一二零零都会通 其实是上升有具体成果 我们推出四线市 我的减碳存折 也就是我们透过市民朋友 搭乘的运输 大众运输工具 累积的里程数 转换成你每天减少的碳排放量 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好礼活动 我们透过这样鼓励 诱因让市民更能愿意搭乘的运输 那当然非常谢谢 我们许多企业 公庙 各团体 大家共同的支持 让我们这一次搭乘提出 相当吸引人的诱因 新北市在2013年 要减碳30% 这是我们的目标 因为新北市很早就推动五媒城市 我们已经达到五媒城市 在2023年 所以我们的减碳是一定有一个步骤 有一个瞬息 今天我们推动的 我的减碳存折 是邀请北台湾的市民朋友 大家一起参与 所以刚刚讲是谈了很多的优惠 相对的新北市也是一样 也提供了很多的奖项 甚至包括我们的农产品小物 都有很多的奖项 是鼓励大家来搭乘大众运输 不但鼓励大众运输的推动以外 新北市因为刚好篡起 北北基桃的中心点 我们的人口有户籍的404万 包括长住人口450万 所以这么多的人 我们希望在热闹效应底下 除了我们在整个都市发展 同时推动静灵示范区 以及我们所有的土地建物 我们都朝减碳目标来做以外 我们现在也是把巴黎作为第一个 静灵示范区 我们一定要在2030里面 把巴黎静灵示范区做好 今天尤其是我更高兴 更能够跟基北北一起来推这个减碳存折 换句话说 只要你要出门的时候 有选择的空间 要做私人应聚 还是要搭公共运输 如果你搭公共运输 你的减碳的credit会增加 越来越累积 抽奖的机会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想说我们桃园市政府非常高兴 和基隆台北新北结合起来 把我们这个减碳存折大力推动 把我们这个奖品奖项也来加码再加码 让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觉得说 搭乘公共运输不只是省钱 而且对地球环保有一份贡献 那基隆市府在未来也预计 希望在两到三年内 把目前老旧的大型公车 能够态换成为减碳电动大型公车 这也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政策方向 那我们这次也欢迎大家 来到基隆能够游玩 为了这个减碳存折 我们也提供了在基隆火车站 元宇宙相关的一个 实际体验的一个折驾券 欢迎全家大小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基隆游玩 我想我们基北北桃大家的共同施政 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在谈减碳 那未来我们也会跟三位市长 大家共同努力 基北北桃市府透过定期票 鼓励市民搭乘大众运输工具 也逐步推动电动车等政策 让各市成为减碳生活圈的领头羊 台北市长蒋婉安更率先抛出台北捷运的VVIP卡 以及基北北桃U-Bike前60分钟免费启程的VVIP卡 我要跟大家在这边宣布 我们提供了 也就是五张台北捷运VVIP卡 大家想想这个VVIP卡是什么 双年卡 五张也就是两年无限制搭乘台北捷运 另外我们也有 北北桃U-Bike系统 也是VVIP卡 也就是在一年 60分钟免费骑程 所以这不只是一个让市民陪友享受这样的优惠 更重要它是一个honor 是一个荣誉 它代表的是你用身体实际的行动 来进行简碳敬礼 四市市长及交通单位共同与会 并且邀请企业与公共运输业者共享盛举 藉由论坛交流带动机关与民间企业共同分享简碳推斗 互相学习共创多盈 记者温云俊台北报道 田辽河跨越人一路和西一路的银蛇桥 车辆频繁 有的民众上桥之后要直走 有的要转弯 不过对于单一车道设计 让民众很困扰 整个车道都是车嘛 那我们右转就被逼到田达这边来 然后这边 你一线到停两台车并排就被开花单 系统跨越田达河的银蛇桥是单一车道 右边是红线 因为附近车流量大 上桥的车辆多 加上路幅相当宽 足够两辆车并行 有许多驾驶习惯 并排上桥却吃上红丹 农车辆不够嘛 你看过去那边就违规了 这样就违规了 那造成陷阱啊 这个一车道那边过来就是违规 因为没办法 这边又要左转过来 然后这边立正从这边站车道 那边没位子走一定走那边 所以那边车道不够啊 的确往这个一六路方向的话 是可以容纳这个两个车的这个空间的 这样的宽度 所以呢四六路话也是希望说呢 是不是第一个就是让民众不要因为这样子 而触法被开竿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初衷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 人家真的是不得已 也就只有往前挤 那第三个来说的话就是有关于说 一六路我们银蛇桥上的对向车道的话 这个部分的话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说 如果整个桥面的宽度沟的话 双向车道变成混合车道 或者呢乃至于说这个双向变成两线 市议员韩世玉希望改为两车道 但交出认为周边行车动线不容易规划 应该说目前的不管是哪一种措施都会有一些利弊 那也要就是影响旁边连锁的部分 也要地方或是两个方向的这个住户也要愿意接受 或者是说从最根本的问题去解决 就是去桥面看不能再让它拓宽 去坐到两边都可以两个车道 这样两边的住户都可以处于一个平等的状态 基隆因为受限地形 早期许多路段都是规划单向道 行车方向都是先考量 行车秩序顺畅为优先 市议员韩世玉建议交通处可以改为混合车道 避免驾驶人误采陷阱 遭到有心人检举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走进马林农产品展授 即游客服务中心里面 发霉的味道扑鼻而来 原因除了潮湿之外 鲜少开放以及缺乏更好的利用管理 也是原因之一 盛兼基隆市休闲农业发展协会理事长的 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和身兼马林休闲农业园区理事长的七堵区 有一里里长萧雪 特地一起来这里了解情况 两个人都肯定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已经开始积极改善 观光政策推动上 不再重海不重山 不过萧雪和张耿辉都建议市政府 应该要更加善用这处 马林农产品展授即游客服务中心 首先我感谢市政府 其实他也上任来这段时间 他也把那个马林休区的那个都油漆了 都整理得蛮干净的 那再来当然有一些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调整 像我们现在马林休区 平常日是没有人看守的啦 我们希望市政府产发处 是不是有条件的开放 每天半个小半天的时光 如果有客人来 或是说有一些游客来 也觉得说我们马林休区 真的非常的服务非常的好 这是我一直想请我们的市府单位 能够协助 也许很多人都认为说 过海不过山 但是我觉得我们市政府上任一年来 我有直接的感受到 有顾海也有顾山 在这个情形下 我们希望我们的市府 能够更深层的来 来给我们关心 我们这个马林休区 尤其我们农民 经营很辛苦 这年夏的天气 我们也要去欧底顺 也要去做农作物 但是买是没有多少钱啦 但是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必须要做 那我们怎么样把马林休区 这个休区的一些 能够广告出去 让很多 比方说 不要光是基隆市 前台湾的人都希望好奇 能够买马林休区来走一趟 那这是我身为理事长 非常希望强调的一点 当然有一些软体硬体的话 我们也希望慢慢的调整 这是我想要说的 我想我们这边是好商好水 包含油纳地区 是值得我们暑假的时候 来这边避暑的时候 避暑的一个地方 那基于说 平常我们休闲农业的业者 都忙于务农的工作 那人手也比较缺乏 那刚才 小理事长也建议我们市政府 在人力物力 各方面的希望能够多加的投入 毕竟努力的空间还很多 那你若是说要我们年轻人 来返乡来讲的话 投入这个环境的话 也希望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能够积极的努力 能够多加以对他们的敬畏的义注 让这些年轻人 坑返乡会来经营我们的休闲农业 那这边我也期待 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基于我们不管是校理事长 还是我已经建议多年了 尤其在整个硬软体的设备 应该多加强 尤其马宁地区休闲农业 目前的话 专车也停死了 我想要发展一个光风休闲的话 毕竟的话 一定要扩大的来宣传 而且那些交通工具的接驳 一定要有 马宁农产品展售 既游客服务中心里面 有展售各农园出产的蜂蜜 及农特产品 也有摆设马宁地区 过往兴盛的煤矿业历史 更放置几台休闲脚踏车 桌椅及会议室都有 中心外面也有设置 厕所和洗手台 整体设施算是相当完善 因此张耿辉和萧雪认为 市政府相关单位 如果能够更善加规划利用 协助串联马林及有类的农园餐厅 和农友生产的农特产品 对于推动七堵区 整体的休闲农业观光发展 才能有更大的帮助 连带也能让农友们受益更多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画面上是基隆社区大学 在仁爱国小举办的春季班成果展 市长谢国良出席活动 欣赏各项动静态成果 并与各班学员开心拍照 除了肯定基隆社大 首度获得教育部 全国评鉴特优的殊荣 也感谢社大结合基隆在地的需求 积极推动各项人才培训 我们今年来强化 职能训练 对中皇单水叶班 这些班纸其实我们都有拍摄 另外呢 也有很多包括语言 文化 手工艺 还有艺术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 各个餐位 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 基隆社大成果展贵宾云集 也展现各项课程的学习亮点 在社大的努力推动下 带领市民朋友享受终身学习的快乐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哇 这款酒好美又特价 刚好可以买来下周末的舞会上喝 等等 在网路 邮购 自动贩卖机 无人商店等地方买卖烟酒 没办法知道买东西人的年龄 所以是禁止的哟 什么 还要罚钱 一次有烟酒为一马贩售 可拨打检举专线 0800 867890 还有还有 购买酒类时 酒瓶上有这个优质酒类验证的标章 就会更有保障哟 网路竞销烟酒 优质酒类验证有保障 基隆市政府提醒您 好除旧砖路整坪 基隆验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 圆山路 庙口商圈的附近 来推动骑楼整坪 让行人更方便 更舒适 也更安全 骑楼整坪 有爱通行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临近基隆火车站的 基隆转运站 七倍一号将要启用 想要去搭国道客运 和市区公车的民众 赶快follow me 要搭成国道客运的民众 可以从中一路上火车站南口 对面的转运站正门进入 直通后车区域 也可以从旧火车站旁边 这个大顶桶下方进入 搭电梯或走楼梯 到后车区域 如果是下雨天 也可以从火车站南站 经过街舞空间这个连通道 来到大顶桶下方 再利用电梯或楼梯 就可以到达国道客运 后车月台咯 这里有国光客运 泰勒客运 汉王士林 及内湖科技园区方向的 各条路线客运 如果民众想要搭公车 就要去转运站外面 新落城的市区公车后车亭 民众可以进转运站 再步行到外面的公车后车亭 或是从火车站北站 经由楼梯 通往公车后车亭 这里的后车亭 可以搭乘试公车 前往太白庄 信义 中正和安乐 长庚医院的方向 基隆慈芸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以祝生营养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芸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赌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督众众 基隆市长谢伯良 面临罢免危机 战斗兰发起人赵绍康 跟多位国民党立委 跟市议员 来到基隆信义市场宣讲 包括立委赖世宝 谢龙介 陈玉珍 王洪威 徐巧新 林佩祥 跟台北市议员 游淑慧 钟晓平 和基隆市前议长宋伟丽 市议员何淑平 韩世玉 曾继炎等人 进行轮番宣讲 痛批这是一场 输不起的邪恶罢免 呼吁基隆人 一定要出门 投下反对罢免票 一听到到基隆来 大家都义愤天鹰 觉得要来支持谢国梁市长 我觉得民进党这次发动罢免 简直是没有道理 可不可以评论 可以评论的 可不可以反对 可以反对的 是民主社会 但是有到罢免的地步吗 有到罢免的地步吗 根本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政治霸凌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要反对政治霸凌 而且这是什么 邪恶罢免 不是说民进党很坏的 他想哦 势子挑软的是 觉得基隆哦 他有机可撑 所以他在基隆搞 希望呢 搞成以后呢 明年他在全台湾发起立委的罢免 因为现在在立法院呢 他的这个 席次不过半 所以呢 他将来希望呢 利用罢免 用这种偷吃部 把立法院再倒过来 这是很邪恶的 这是专我们选罢法的漏洞的 很可恶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打倒政治霸凌 打倒邪恶罢免 对不对 对哦 你当做 台湾人都建讨了哦 叛书叫屁民 对不对 有 对不对 总统赢了 要赢去吃 总统要继续做 起床输 你们就批评 要想要订算 立委输 还要订算 讨厌网军吗 讨厌 讨厌双标吗 讨厌 讨厌输不起吗 讨厌 那拜托 去从 那个不同意罢免 到了谢国梁的时代 把他收回来 谢国梁有错吗 没有 没有错 为什么要罢免 自得利益不放手 就要发动罢免 就让我们志荣市 才改选一年半的市长 又要重新的去 把它翻盘 让我们志荣市 一直乱 一直乱 把谢国梁拿来操兵 各位 我们要不要替谢国梁 保 我们要不要争取谢国梁 加油 谢国梁 加油 国梁 谢国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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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绝对 不要说没差这票 到时候一定都要站出来 投反对罢免 好不好 好 我们在一年的时间 已经把基隆 打造成一个全台湾路口 最友善的一个城市 我们的行人车货率 是一般县市的一半 都还不到 甚至有的是三分之一 这个就代表我们基隆的路口友善 我们基隆的市政正在改善当中 大家说 对不对 这么好的市长 如果把它罢免掉 其实是一件不公道的事情 对不对 到基隆市民能不能做这样不公道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基隆市民不会这样 除了现场宣讲 赵少康和国民党立委议员们 也到新一市场扫街宣讲 民众力挺支持 高喊谢国良加油 市长谢国良说 相当感谢大家来到这里 为他加油打气 他会带领市府团队 持续为基隆市政打拼 来服务基隆市民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基隆报导 世界同军运动创始人 被登堡爵士的曾孙Dave 近日抵达台湾 感受基隆这一座城市的独特魅力 和台湾同军的蓬勃发展 My name is Dave I come from Melbourne in Australia and I am here representing my great-grandfather the original Lord BP I've been invited here by your Scout Association to attend the 12th National Jamboree and I am so honoured and privileged to have been invited and I am so happy to be here I've experienced so much happiness and so much joy and so much food it is amazing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going down to the Jamboree site in Tainan City and meeting everybody and inspiring everybody and making everybody happy 基隆同军会理事长张元祥 和基隆市女同军会理事长林立禅 亲自出席迎接仪式 期待透过这一次难得的机会 能够将同军的精神 进一步向下扎根 今天特别带海洋同军 海同军的领军过来 迎接我们来自澳大利亚 也是我们世界同军的创办人 贝登堡先生的曾孙 戴夫先生 戴夫先生来自澳大利亚 墨尔本 看到基隆的城市 特别选择的在基隆港旁边 扬明海洋文化馆的顶楼餐厅 他可以一来就看到 他说是来台湾最有印象的一个活动 不但跟我们基隆市 20多位同军的服务员团长 还有几位我们的同军行役的伙伴 特别也找来德国的同军 这是因为这次全国大露营 第12次在台湾的总马赖举办 基隆市有157位的同军 一起来参加 当中有17位的服务员 以及我们又同军有40位 其他都是我们同军跟行役的伙伴 这是历年来最高最多的一次 在这边要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同军活动的认同 也非常欢迎来自全世界各地 同军是一个世界的活动 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 我们希望基隆在这个同军运动上不缺席 而且发量光亮 我们很难得我们的那个贝登堡的第五次来到基隆 那我们也希望说藉由跟他交流 把我们的同军精神更融入更在地 更社区化 让孩子都就是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那也希望这次的全国大露营 大家可以顺利成功 基隆的孩子加油 DAVE的到访为基隆带来了国际交流 跟激发年轻人参与同军活动的兴趣 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记者蔡小军接用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会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东 欢迎锁定美洲山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会来